到5月中的水平 港股暫時都是高位在整固 不過力度就開始有少少減弱 今天選了一個型態還是很帥的股份 那隻就叫做葵程9961 非常之強的 見到它尤其是5月1日之後 我們經常都說葵程是炒5月1日的 它5月1日之後都還敢衝上去的 還要破壞的 那就似乎動力都還很強 那我想接下來的趨化劑就是看它 第一季的業績啦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 葵程什麼時候開始受到注視呢 就是去年底的業績非常之強 破了頂之後大家就覺得 哇 厲害的 那就變成了延續到第一季了 那看看業績如果都還OK的時候 我相信都還有力會再上的 那Number方面 升展就有隻葵程call的 那編號就24372 行使價就518元 十月中到期的 那實際的槓桿就6倍左右啦 那雖然間外一點 但是性在夠長身 那所以坐得到啦 還有人生波幅不算太高 40多而已 所以變成實際槓桿都有6倍的 那我覺得操作上面這隻都很適合的 那你說價位方面 如果9961的話 我就建議就下10天線 看有沒有機會部署到 就大概400元左右的水平啦 那那些位賣入 目標看高一點啦 450元左右啦 那如果說跌穿近期低位380元就逐個指線 我就在這裡見到 !!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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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